2024總統大選誰贏 牽動台海局勢 大陸武統派突然發聲 暗示希望賴清德 2024順利當選 讓大陸順勢武統台灣 賴清德是主張 非常主張台獨 就是我們自己在有財道說 他應該就是 就應該大陸有很多人 都支持賴清德的 目的就是為了 就是要合理的統一 感覺有什麼內幕之類的吧 可能他們可能跟賴清德 有就是講好什麼事情 可能雙方都有利益獲得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可是因為我政治立場 我自己個人是不會投給賴清德 對 因為 主要是他的政見什麼的 對於年輕人來講 我覺得都沒有吸引力 他還是 雖然他有在經營社群 但不是經營社群 就代表年輕人就能接受他的意見 因為這樣順勢而為嘛 台灣自己就不團結了 對不對 大陸當然他順勢而為 你們繼續亂嘛 你們要選給 選給賴清德 讓我就OK啊 這國家本來就沒救了 這國家沒救啊 台灣 台灣政治我本來就不會去 太在意 你要投誰就投誰啊 如果你真的要同意的話 那是政府的是跟我們平民 老百姓沒有關係啊 他是勿死的台獨工作者 有這麼一句話吧 對 所以說如果賴清德當選 大陸武統台灣就有正當理由 他就只是一個理由 他其實真的要武統的話 不需要這個理由就可以這麼做 賴清德不要當選 因為我們應該是很怕被武統吧 要聽人家講什麼我就選給誰 我是不會這樣子 照自己的想法 不會說上面講什麼就做什麼啊 就是說去投誰然後就做什麼之類的 不會 我覺得不會 絕對不會投給賴清德 為什麼 我希望台灣就是說 還是像現在這個樣子 大家都和和平平 然後為什麼要引起戰爭 就是我還是希望能盡量的維持現況就好 不要發生過度戰爭 因為發生戰爭對他們對我們都不好啊 現在執政啦 民進黨執政了七年多啊 大家 大家的一切都OK嗎 有年輕人表示 不管大陸武統派怎麼說 他們不會把票投給賴清德 他們不會把票投給賴清德 他們不會把票投給賴清德